第133届南加帕萨迪纳玫瑰花车游行将于2022年元旦举行 为了保证公众的安全 帕萨迪纳市警局与消防局公布了安全提示 称今年的政策有变 如果民众能够遵守以下一些提示 大家就会更为安全 按照帕萨迪纳市政府的规定 今年民众观看玫瑰花车游行不能点篝火 不能搭建帐篷 没有接种疫苗的人不得去现场 观众在前往游行街道前 应该完全接种新冠疫苗与流感疫苗 如果在现场不能保持6英尺距离的话 除非是居住在一起的人 应该配戴口罩遮住口臂 按照以前的传统 观众可以在游行队伍必经之路 科罗拉多大道两旁搭建帐篷 以便能够站到最佳的观赏地点 可是今年有所不同 帕萨迪纳市警局局长佩瑞茨称 他希望本次观看游戏的人不要多带东西 原因是为了民众的安全 元旦当天游行队伍经过的街道上 会有超过2000名安保人员 他们会沿街巡逻 维护民众的安全 洛杉矶宪现政委员巴格已经向洛杉矶 陷阱局下属的8个分局拨款100万美元 帕萨迪纳家房局长奥格斯汀称 新年前夕于新年当天 各种报警电话会增加一倍 新年时的报警电话长于毒品或者酒性过量 低温阵有关 以及其他一些紧急求医电话 玫瑰花车游行的执行长易次说 为了防疫的要求 今年购买了现场电视台附近 管理台的票的民众 在入场时要展示接种过疫苗的证明 或者在过去72小时内 检测新冠病毒结果成阴性的证明 这一防疫政策也适用于当天的玫瑰碗足球赛 帕萨迪纳市新闻发言人德德瑞安 鼓励所有的观众接种疫苗 戴上口罩 因为大家在现场要吃东西 要喝饮料 并且与人交谈 为了大家的安全 尽量与人保持六英尺的社交距离 并和你同来的观众待在一起 这样可以减少病毒的传播